跟你講到 台盤 但我有聽過耶 台盤超有趣 而且很多台灣人為了這個 去日本耶 而且是台盤很多種的 你的老婆要的是就是 打的台盤 台盤數 就是人的台盤是有可以 台盤數啦 但是就是很多方式啦 那麼多他講的是 小朋友生完之後的那個台盤 是啊 這整個吃掉 沒錯 但是他們是 用整就是那個就是很多方式 就是現在比較流行是 用人的 他剛剛是說吃的意思 但是剛剛保險員叫他留下來 因為這個方法是香港比較多 對 他們是用燉湯的 這等於是吃人肉耶 怎麼有一種隱私路的感覺 孩子生完之後會拖出台盤 他要拿那個去燉湯對不對 隱私 但是不管哪一種啦 大概都是跟荷爾蒙的補充 對啦 荷爾蒙啦 可是真的吃台盤有大效量嗎 台盤裡面一樣有荷爾蒙 只是說 當然它裡面還有一些其他的 荷爾蒙以外的成分 比如說台盤它也還有蛋白質啊 因為台盤裡面有一些肌肉組織啊 那個也是肌肉構成的啊 而且問題是 人吃人吃人吃 我之前的女朋友 因為現在就是台盤是很多種的 雖然有人的台盤是馬的 還有豬的都有 還有羊的 但是呢 我之前女朋友 那個還沒流行的時候 她跟我講說 拜託我想那個打台盤 就是人的台盤 因為其實這個 日本的醫生有保證有效 但是問題是找到好的醫生 然後要侵蝕這個台盤的成分是什麼 但是她為了這個 自己成千 結果我 因為我那個時候不懂這個東西 所以一直拒絕 她結果自己找到台灣的重建人 就是介紹 她一旦去日本打台盤回來 結果被騙 就是 欠也很貴 然後就是效果沒那麼好 所以要自己要注意這個東西 對 自己研究 其實我覺得效果不好 還不打緊 最嚴重的是 過敏性的休克 然後死掉 那個是 有人會這樣子死掉 因為其實很多 台盤素裡面成分它是 不一定每一種 台盤素 它裡面的成分都很單純 那有一些 像她剛剛說的 有一些可能是從動物上面萃取的 那有一些的確是 經過一些科學的方式 體煉出來的 那但是成分 每一個人會不會對這個東西過敏 沒有人可以跟你保證 但是也的確有人打完之後 當下就馬上過敏 那全身開始 起疹子不打緊 那可能就開始喉嚨水腫 沒有辦法呼吸 然後接著就休克了 這個是最嚴重 最得不償失的 但是你有沒有聽說過 有一些女生為了愛漂亮 然後使用一些很奇怪的方法 在韓國也有吧 上次有一次 我跟學妹聊天的時候 她一直沒有雙眼皮 所以蠻擔心的 所以她一直貼 一些雙眼皮貼 貼在這邊 那就有雙眼皮 是好像有一次 她的那個雙眼皮貼不太黏吧 所以她用一些 一般的雙面的膠帶 貼在那邊 然後貼 然後過幾個小時後 她突然在... 突然大叫了 然後... 我嚇到 我過去那邊 然後問她怎麼了 她那個拔掉那個雙眼皮貼的時候 洗撕下來 那個... 她裡面的那個眼睫毛也... 好像黏在那邊 然後她拔掉的時候 她的眼睫毛也被拔掉很多根 對 然後這邊... 一種蜜蜡除毛的感覺 這邊是黑黑的 這邊眼睛是黑黑的 這邊是空空的這樣 然後她... 那時候笑死了 太漂亮了 但我覺得韓國人那邊 真的很辛苦耶 有點像是... 沒有,因為我沒有什麼經驗 對啊,韓國出入進場 不是,你在泰國做的還是韓國的 沒有,我沒有做 只是因為我發現 因為像我去韓國玩 我平常我有貼雙眼皮的習慣 但是因為可能像台灣 可能就是直接就... 就是一片是單面的 它只是把你的眼睛撐住 但是我到韓國的時候 我發現 就是我韓國的朋友跟我講說 那個雙眼皮這樣就是 當你閉眼睛的時候 很明顯的就有一塊在那邊 真的 他們說韓國的男生 非常討厭看到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變成說 我那個韓國的朋友 他就跟我講說 所以你要去買那種 雙面的雙眼皮貼 台灣也有啊 真的也有 但是他們就是習慣用那一種的 可是那個不持久 那倒晚上會掉下來 沒有,可是你看像我現在這樣 因為我現在就是用那種雙面 然後閉起來就會有那種 一條線,痕跡 可是你現在我從這邊看就很明顯 你右邊的已經... 掉了是不是 兩條啊 掉了啊 你知道我們這樣看過去那個 閉眼睛的時候就會亮亮的 亮亮的嗎 對,就是亮亮的 看得很明顯 對 那是我每天好啦 他買到螢光 買到螢光、閉雲有可能 我媽媽 她很喜歡看一些網路 奇怪的東西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她最近有學了就是 在網路上 她說如果你開始做一些臉的動作 就會補那個...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我也讓你看起來 還是臉看起來好一點 好看一點 她就開始做一些怪怪的 就像 什麼動作啊 太緊張了 我會打臉撐起來 丁立 你突然間變毛利人了耶 是 那她就開始做一些像... 我不知道她要做... 可是這樣紋路不是會更深嗎 因為這樣子... 我不知道,那... 扯她 那因為她一直就是這樣子練習 可能是開車的時候 她會開車去上班 就開始這樣 不行 好恐怖的人喔 但是這個變成一個壞習慣 你知道嗎 有時候她在跟人家講話 她就... 好恐怖 對啊,就是不好看 我覺得... 好丟臉 對啊,好丟臉 媽,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這樣子 她已經習慣了 就是... 就是偶爾就是要作個激動 我不知道到底是有沒有用 但是她說就是會把那個肌肉 那我跟妳講 因為我最常做怪表情的人 對 那我現在的就是皮膚狀態就是很差 像KID做那種怪表情 臉上紋路都會特別多對不對 對啊 可是我男生沒有差 男生本來就是要有點皺紋才帥 哪有 對,現在好萊塢一線男星 全部都40歲以上耶 很多導演都會講說 我很適合去演電影 但是我的心 來,我們聽一下凱傑 凱傑有聽完什麼千古怪談 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她就是有聽到一些有了沒有的東西 要讓她的胸部變大 然後她就是例如說一些東西 像喝那個火瓜牛奶 然後每天都在狂喝 在韓國有一個草莓牛奶 喝一點的話 結果胸部變大這樣 對,就是類似這種東西 真的嗎,韓國的賣得很好嗎 什麼牛奶 是,有一陣子來 有一陣子說草莓牛奶 草莓牛奶 草莓牛奶有用才怪 我覺得那個應該就是自己整體會變胖 然後就是你胖在這邊 你可能會胖一點在這邊 對,有可能 可是她就是很相信這個東西 每天都要喝 然後還有其他的東西 例如說 胸部按摩啊 這個有效 這個有效 因為她有一些一個朋友啊 是她 她說她男朋友就很愛摸她胸部 她胸部才變大 然後她在這邊 我女朋友在那邊怪我說 你太少就是摸摸胸部 摸摸胸部 這是抱怨文,你搞錯了 好,就多摸一點嘛 你奇怪 對啊 所以就是有聽到一切這種東西 我就覺得很妙啊 我可以教你前女朋友 怎麼樣胸部可以變大 怎麼樣 快點相處 生一個小孩 對 不生過啊 可是我還是會胸 沒有,你在... 餵母奶 餵母奶的時候你就要邊按摩 你不可以放鬆 刺激 真的哦 對 所以胸部的方式很重要的意思 女生最大的問題就是 經常會用不正確的方式 來解決美麗或者是年輕的問題 像之前我在門診有一個... 遇到一個女生 她 朝朝暮暮就是想要減肥 明年的目標就是要減肥 對 那比如說我們可能告訴她說 這一顆藥是抑制脂肪吸收的 那你可能在吃有帶油脂的食物的時候 搭配著吃 那可能另外一顆是抑制糖類吸收的 你可能有吃有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的時候 你可能搭配著吃 但是呢,她為了要減得快一點 她可能就本來這一顆 這一種只能吃一顆 她可能一次就是吃三顆 那一天只能吃一次 她可能一天就吃四次 那其實呢,那個到後面呢 一來呢,是其實增加藥物的副作用 二來你其實並不會瘦得更快 你反而就是會... 整個人可能就是開始恍惚 或者是經注意力不集中 那果不其然 其實有一天就走在路上 不小心就... 就是被東西絆倒了 對 那全身都摔得遍體鱗傷 對,其實這個就得不償失 對 那身體會像一個化學工廠 年輕輕就要洗腎耶 對,這身體造不少成... 我覺得我可以介紹一個就是 我不能說她好 但是我覺得她的方式很蠢 就我有一個前女友 她不知道跟哪個朋友介紹 然後她就是 之前有流行炎燈這個事情 你知道嗎 他們就說炎燈放在家裡 可以就是除溼啊 幹嘛的這樣子 後來就進展到 炎燈可以消水種 然後就... 消水種怎麼消 所以它就是做成一個 就是你知道像地磚的一樣的那個 像照片這樣子嗎 它一塊然後放在地上 然後它可以讓你踩在上面 然後它就是... 因為它那個燈泡會發燙 所以你就是可以消水種 然後後來她覺得不夠 她就是把房間的那個炎燈 搬過來放左邊 然後一個放右邊 然後我們家還有那種 就是放精油的放在前面 然後我開門 每次開門回去的時候 我覺得很像佛堂 怎麼會有一個人 然後被那個炎燈包圍 然後就一個人就坐在那邊看電視這樣 它是一種屬於懷食料理的方法 而且你用過 讓我更確定這個方法是沒有用的 我覺得它那個... 它那個應該是因為熱 然後讓你冒汗 對啊 冒汗之後你的水分流失 就不會水腫了 對啊